金轮引擎声调阵极速快感 保时捷堪称经典 让复兴航空董事长林明生 不仅成了头号粉丝 还是业界知名的收藏名人 当我坐在911里面 在驾驶他的时候 一直都会觉得说 他是我的一部分 2013年保时捷欢庆911 代生50周年 当时找来不少名人一起入境 林明胜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外船展出的20辆名车里 有五六辆就是向林明生借来的 数量之多连车商都为之惊艳 爱车城市的林明生 私下还收藏不少 模型车和限量公仔 启动光是这一个限量版的铁人 28号就要价28万元 甚至外船还拥有一艘私人游艇 不过对外始终保持低调 没有就做工作 就赶快把这东西弄起来就好了 尤其是接受访问 总是绝口不提 因为出身宜兰林登家族 身价破百亿的林明生 从小就是父亲林秀信 一路苦心栽培的接班人 虽然玩心中 却也是个标准的乖乖牌 连婚姻大事都是遵从母亲安排 尤其是2010年 接掌复兴航空 服事科班出身的林明生 成了航空界最年轻的董事长 但依旧展现强烈的企图心 我们是分配出来的航线 不是说我们想要飞几班就可以几班 那在这个限制之下 就算你有自由行 如果我们没有过征航班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有的航班 都已经八成九成满了 和两位老大哥 征航权推动富航上市 甚至面临油价高涨 林明生也有办法 让复兴航空维持获利 连续四年超越航空双雄 龙登霍利王宝座 还一手催生国内第一家 廉价航空 就靠着这股冲劲 林明生的接班之路 看似顺遂 没想到一夕之间 风云变色 2014年7月23号晚上7点多 澎湖夜空一身温然巨响 呼吸航空客机最悔 夺走48条人命 相隔7个月后 复兴航空再度传出苦难意外 一架飞机硬生生从台北天空 掉进基隆河震惊各界 市长不好意思 我们只是想了解 可以请你留步一下吗 发个路好 引发外界质疑 原来过去的航空获利王 已经出现严重的内控问题 员工更踢爆 在林明生接手后 为了缩减成本不惜压低薪资 只有华航长龙的七八成 负面形象平传 都让肩负领收将近600亿的国产 第三代林明生 接班之路 面与严峻考验 好 国际国事已经开盘了 赶快来关注